第185集 二年甲午公元前87年 春季正月 汉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的朝见 二月前往武座宫 汉武帝病重 霍官哭着问道 万一陛下不幸离去 应当由谁继承皇位呢 汉武帝说 你难道没有理解 先前赐给你的那幅画的含义吗 立我最小的儿子 由你担任周公的角色 霍官叩头推辞说 我不如今日 今日也说 我是外国人不如霍官 况且由我辅政 会使匈奴轻视我大汉 遗筹十二日 汉武帝颁布诏书 立刘福林为皇太子 十年八岁 秉隐十三日 汉武帝任命霍官为大司马大将军 今日为车骑将军 太普上官杰为左将军 由他们三人接受遗诏 辅佐右主 又任命搜宿都尉桑洪阳为御史大副 全都在汉武帝卧室床下 叩拜受之 霍官出入宫廷二十余年 出外则陪同汉武帝乘车 入宫则侍奉在汉武帝的左右 小心谨慎 从未有过什么过失 他为人沉静仔细 每次出入宫廷 下电门 纸布和前进 都有一定的地方 郎官蒲叶们在暗中观察墨迹 发现他尺寸不差 今日在汉武帝身边几十年 从不看他不该看的东西 赐给他宫女 他也不敢亲近 汉武帝想把他女儿 纳为后宫嫔妃 他也不肯 其成堵 谨慎如此 汉武帝感到特别齐 今日的长子是汉武帝的顽童 很受宠爱 长大后行为不检点 在殿下与宫女调情 正好被今日看到 今日对其子的淫乱行为非常厌恶 便将他杀死 汉武帝听说后勃然大怒 今日叩头请罪 陈述了杀死其子的缘由 汉武帝深感悲哀 为此落下眼泪 后来对今日 却由衷地敬重 上官节 因为履历过人 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被任命为 未央救令 有一次 汉武帝感到身体不舒服 等到痊愈后 检查驭马发现 马匹大多瘦弱 于是汉武帝大发雷霆说 旧令认为 我再也看不到这些马了吗 便要将上官节逮捕下狱 上官节口头说 我听说皇上圣体欠安 日夜忧愁害怕 实在是没心思照料马匹呀 话未说完 已经流下几行眼泪 汉武帝认为 上官节爱自己 因此与他亲近 任命他为侍中 逐渐升到太仆 霍光 今日 上官节三人 都是汉武帝平时宠爱信任的人 所以特意将自己的身后之事 托付给他们 丁卯十四日 汉武帝在武座宫驾崩 一体运到魏阳宫前殿入殓 汉武帝人很聪明 遇事有决断 善于用人执法严厉 毫不容情 龙绿公主的儿子赵平君 娶了汉武帝的女儿 宜安公主 龙绿公主并威时 尽献黄金千金千千万 请求预先为儿子赵平君赎一次死罪 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龙绿公主去世后 赵平君日益骄纵 竟在喝醉酒之后 将公主的保姆杀死 被逮捕入狱 庭位因赵平君是公主之子 而请示武帝 汉武帝身边的人都为赵平君说话 先前龙绿公主又曾出钱 欲先赎罪 陛下应允了他 汉武帝说 我妹妹年纪很大了 才生下一个儿子 临终前又将她托付给我 当时泪流满面 叹息了很久 说 法令是先帝创立的 若是因妹妹的缘故 破坏先帝之法 我还有何脸面 尽高祖皇帝的寂妙啊 同时也对不住万民 于是批准了庭位的请求 将昭平君处死 但仍然悲痛难忍 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 伤感不已 在赵官东方朔上前 祝贺汉武帝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政 奖赏不回避仇人 惩罚不区分骨肉 上书上说 不偏向不结党 君王的大道坦荡平直 这两项原则 古代的皇帝 专须帝库 姚顺武帝非常重视 而下雨 商汤 周文王三王 都难以做到 如今陛下却做到了 这是天下的幸运 我东方朔捧杯 冒死连拜两拜 为陛下祝贺 开始 汉武帝对东方朔非常恼火 接着又觉得他是对的 将东方朔任命为中郎 班固称赞说 汉朝承接了历代帝王的击毙 高祖搏乱反正 文帝景帝则致力于修养百姓 而在延习古代的礼节仪式方面 尚有很多趋势 汉武帝即位之初 就以卓越的气魄 罢黜了各家学说 唯独尊崇儒家的 诗书 礼 乐 春秋六种经典 并向天下征兆 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 共同建功立业 又兴办大学 整顿祭祀仪式 改变政朔 重新制定立法 协调音律 作诗赋乐章 到泰山封善祭祀天地 礼敬各种神灵 封赐周朝的后裔等等 汉武帝的号令文章 都焕发光彩 值得称道 后继者得以继承他的大业 因而具有 夏商周三代的遗风 如果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不改变汉武帝汉景地时的 简朴作风 爱护百姓 即使是诗经上书上 所称道的古代圣王 也不过如此 陈司马光说 汉武帝穷涉极欲 刑罚繁重 横征暴敛 对内大肆兴建公事 对外征讨四方蛮夷 又迷惑于神怪之说 寻游无度 致使百姓疲劳凋敝 很多人被迫做了盗贼 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 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 汉朝却由此而兴盛呢 是因为汉武帝能够遵守先王之道 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 能接受中正刚职之人的谏言 厌恶被人欺骗蒙蔽 始终喜好贤财 赏罚分明 到晚年 又能改变以往的过失 将继承人托付给和氏的大臣 这正是汉武帝 所以有造成秦王灭亡的错误 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悟臣十五日 太子刘芙玲及皇帝位 因为只有八岁 所以她的姐姐恶异公主 与她一起住在宫中 负责抚养照顾 霍光 今日 上官杰三人 共同主管上书室 负责主持朝政 霍光 辅左右主 国家政令都由她自己发出 天下人都想一见她的风采 殿中曾出现怪物 一天夜里 群臣为怪物所经 于是 霍光照见担任上辅西郎的官员 想要取走皇帝的玉玺 上辅西郎不肯给她 霍光便要抢夺 上辅西郎手持宝剑说道 我的头你可以拿去 但玉玺不能拿走 霍光对她这种态度 甚为嘉许 第二天 便以汉昭帝的名义 将这位上辅喜郎的品质 提升了良机 众人无不因此 对霍光更加尊敬 三月假辰二十二日 将汉武帝安葬于茂陵 夏季六月 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 东方出现异星 极北王刘宽 因被指控行为如同禽兽 而自杀 冬季 匈奴侵入朔方郡 屠杀掳掠当地官员和百姓 汉朝廷征调军队 屯住西河郡 左将军上官捷 巡视北部边防 屠杀掳握